大家好我是Jay 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那今天美股这一边呢 还是笼罩着在这一个战事的消息面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今天股票走的是非常的不佳 恐慌指数呢是急剧的上行 造成了这一个市场这一方面的压力 昨天涨得这么好 今天我们看到 一下子呢就是把这个昨天的涨幅给吞掉了 那么今天主要的一个恐慌的因素呢 还是离不开上一期视频呢 我们主要讨论呢 进入这个周五呢 有两大的利空要注意的 一个呢就是过夜的时候 北美过夜的时候 在亚洲这一方面 日央行的最新的动作 因为这一个美金对于日元来说呢 冲破了15034年的这一个大关 然后就是怕日央行呢 进一步的去干预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见到有更加多的这一个美股的这个震荡 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中东这一方面的这个地缘政治 来到这一边呢 今天有进一步的这一个消息 也就是代表以色列 以色列呢是在准备这一个伊朗 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攻击目标 所以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 就造成这个恐慌指数呢 进一步的往上去走了 我们看到VIX呢是涨到了自去年10月呢 最高的一个点位 那么同时在这个恐慌的这一个情绪下呢 我们看到美金呢 是DXY是往上涨了不少的 在这里呢 这一周美金的涨幅呢 是自9月2022年最大一周的这一个涨幅 但是这里应该是有妖的 为什么呢 黄金触顶呢 然后大幅度的回调了 如果真的是有恐慌存在的话 为什么黄金作为避风险资产的首选 各大这一个中央银行都在购入的 为什么突然这个会冲高回落了呢 是不是大家都是留在这个现金里面 现金为王的时代又到呢 因为指数进入了这个回调时代 特斯拉英伟达进一步的这个股价的走势呢 这一期视频我们也来去好好的去说一下 还有一些这一个 下一周的大的这个看点啊 比如这一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 在4月16号这一边呢 是会有演讲的 所以到时候约定大家啊 到时候继续的去做这一个直播 好 现在我们去进入这一方面的这个消息面 盘后啊 特斯拉是有异动的 特斯拉这一边呢 是调低了价格 这次不是啊 这个电车的这个价格 而是FSD 自动驾驶的这一个订阅的这一个价格 从199月一个月呢 降低到了99块一个月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但是大家会说 咦这样子不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利空呢 盘后是不是股价又往下 又往下这个下行了 不是的 因为你要这样子去想 那么价格 本来如果是199块一个月的话 那么这个take rate 也就是购买者呢 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多 但是价格下去的话 如果这个take rate 也就是去购买的人呢 会增加了三到四倍的话 那固然是好 所以这一个效果是要去看公众的这一个 广大公众的这个反应啊 就是大家对这个FSD的价格 会有更加好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这只是在销售上面 一部分的这一个 促销上面的这一个策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北美这边呢 还是有免费30天的这一个测试的 那免费30天测试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价格呢 又有一个优惠的话 会鼓励更加多的人呢 去购买这一个FSD的这一个订阅啊 而且这个同时呢 会增加这一个FSD Miles Driven 实际的这一个利用自动驾驶 去行驶的这一个 这一个公里数呢 也是会增加的 所以整体对于去完善自动驾驶 因为现在的自动驾驶呢 利用的是AI 人工智能的 所以这个会进一步的去完善这个部分 但是值得一提呢 就是这个99块一个月的 应该不会就是永远是维持在这个价格的 那维持在这个价格的话呢 大约要到10年的话呢 才会有这个一次性的 12,000的这个价格是 是有对等啊 根据所有这边的这个解释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FSD 之前呢 一次性负的这个价格是15,000 减低到了12,000 那么现在这一个 又从每个月的订阅的价格 从199降低到99的话 那我们会不会看到 这个12,000的这个价格呢 也是往下去调的 纵使而影响的 这个特斯拉的股票 我们先去看一下反应 其实不少的人 先看到这个消息们会想到 这个take rate会不会增加 因为这是一种促销的这一种方式嘛 就是买的人更加多的话 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消息面呢 是盘后刚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股价确实涨上去了 1.11%左右 但是在后面呢 就是比较担忧 会不会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话 会不会就是 反而是少了呢 这个现在现阶段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的难去分析 我们在财报的时候 看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更新 但是股价在盘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还是应该是涨到了 我们关键的这一个 173左右的这个价位 然后呢 就是往下回撤了 毕竟是一个周五 交易量也比较的低 而且前景来说的话 对于美股 不知道这一个伊朗的战士呢 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一边还是比较谨慎 我们可以看到盘后这一根蜡烛 是在这一边的 五分钟时间段 每根蜡烛是五分钟的这个交易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 网上走的幅度 正正好上影线 出现在老师的这个压力这一边 这个压力呢 我已经保存了很久了 这一边呢 我们网上去做的话呢 是173和这一个177 作为两大的这一个 特斯拉的股价的 这一个关键的一个考量点啊 非常的有吸引力 这两天 然后就是看 能不能突破180 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卡了 暂时整体来说的话呢 对于特斯拉的股价 开始接近财报了啊 这个昨天已经开始去提起这件事情了 暂时还是在看 双底160 能不能保底 然后在这一边的震荡呢 其实我觉得都还算是 比较小的一个震荡了 昨天有讨论就是 要不要财报的时候 做一个破底翻 然后才真正的把这一个W 给拉起来 然后开始往200这一边去走 所以这个也不排除 反正我觉得啊 总之来说 152 160来说的话呢 是两个不错的 这一个特斯拉防守的 这一个点位 但是啊 也大有可能是在财报之前呢 继续进一步的去做 这一个震荡的这个整理 好 接下来去讨论一下 现在美股这一边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情况啊 那么季度财报季呢 今天是已经是开始了 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这一边啊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是基本上过去这一个季度 过去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是双beat 我们可以看到青一色的 全部都是绿的 这里的问题是在哪里啊 Disappointing guidance Outlook 在这一边呢 JPM是面对一个 200整数的股价的 主要的一个压力 所以在这一边 我可以看到在几家银行里面呢 这个跌幅算是比较大的 GPMorgan的跌幅 今天是超过6%的 这个给的指引呢 是对于未来的预期 forward对吧 forward looking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不是因为大家会看到 咦 双beat不是应该是非常的好吗 营收和这个利润 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都是得到了不错的这一个结果 不对 这一边呢 是在看指引的 非常的重要 所以回归到这一个 记录财报季上面啊 特斯拉也非常的重要 那么交付数据呢 已经显示了特斯拉的这一个 revenue 还有top and bottom呢 应该不是这么的理想 但是大家都很关注 它的outlook 它的指引怎么样 而且一直我们在关注的 这个growth profit margin 毛利润是怎么样的 总收入可能不是这么的理想 但是如果毛利润这一边 是进一步的有稳定下来 有这种触底反弹的迹象的话 而对于这个未来的预期呢 也是增加的话呢 那这应该是对于特斯拉的股价 有一个加持的 所以这个记录财报啊 非常的重要 4月23号 大家不要错过到时候的直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个最新的这一份特斯拉交出来的财报 好 回到这一个暗池上面 那么前一天我们讨论呢 暗池是有这一个减仓的 也就显示周五这一边呢 有下行的这个风险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IX Dark Pool Index 在这个CPI之后的那一天来说的话呢 是加仓的47.9 所以就促成了这个周四的大反弹 那么周四到周五这一边呢 这个暗池呢 也就是主力的这个动向的 是减仓的 所以这里就要想这个主力离场的话 周五就有可能有这个下行的风险的 那么在这一边周五又出来的暗池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主力是又进一步的去加仓了啊 但是这个幅度小了一点 所以周一这一边呢 就要比较小心是不是做一个触底反弹的 因为大家在讨论嘛 是尾盘这一边开始去做这个看多其权 然后进一步的去搏反弹呢 还是等到周一会好一点 在这边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周一的 因为比较害怕就是盘中呢 或者盘前呢 砸出一个低位之后呢 再低开高走这样子 最近指数的这一个波动比较大 因为VIX恐慌指数呢 不断的上升 特别是回落了之后啊 能再次的涨起来 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所以就比较的是要注意一下 那么在这一边啊 美股的行情渐渐的变成这一种过山车 roller coaster的这一种行情了 真的是很难判断的吗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看法去看一下啊 这里我们正常的是利用的是正常的蜡烛 但我们如果去利用这一个 Hackenashi平均K线的话呢 这样子颜色的变化上面来说的话 应该是更加的鲜明一点 所以这里呢 如果我们去看回标普500指数 近期的这一个走势的话呢 一直大家在讨论嘛 指数是不是进一步的在回调 所以如果我去把这个旗指的price action去调出来的话 老师给大家这张图 这个我在这个群里面呢 也是有分享的 这样子其实看行情还是比较这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明显的啊 左肩膀头部右肩膀进入了现在我们存在的这一个下行隧道 那么这里就基本上对吧 碰到隧道的下方的时候呢 对吧 做多到了上面之后呢 做空啊 当然前面这几个呢 你是基本上需要四个点呢 你才能拿到后面的这一个趋势吗 因为你没有这个四个点的话 你弄不出来这个下行隧道 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成立的 但这四个点出来之后呢 就成立的 后方呢 就会给你这一种做空和做多的机会 比如说这里到了上年的时候呢 对吧 我们就有就会看空或者是套利 对吧 如果我们是这里抄底上来的 因为你有了这四点之后啊 你到了这一边的时候 股价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说 这里好像能反手看多了 那么就会拿到这一个做多的这一笔 这里的这一个反弹了 那么到了高位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把它 把这个多头指引 然后跟着它顺势做空而下 到了底部的时候呢 又一样的对吧 继续的去做这一个反弹 在这里大家能看到的 如果你是只是在不断的补仓买入进去的话呢 这不是这么有利的 因为它在走low or low low or low low or low 每次都是有新低的 所以你的这一个平均的仓位 比如说你是在这里买入的话 只会看着自己的这个均价呢 就是越来越不理想啊 所以在这一段短线的反弹呢 都是要就是既是离场的 入带为安 就是不能就是去看 是不是出现了这种反转的行情 暂时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也不是完全不能去看 就是在想这里会不会出现反转呢 只是现在来说的话呢 它不断的在出这一个low or low 每次呢都会有一个新低的 也就是代表它什么时候 不再创新低的时候 有反转的迹象呢 我们再去想着做多的话 然后是持续的持有 我们的这一个多仓的话呢 就会比较有利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lower high和lower low 是典型的下行趋势的 这种的走势 所以我会对指数来说的话 比较谨慎一点 回到标普上面的 这一个大的点位啊 这些点位最近都没有怎么去更新 因为开始往回走了 就代表以前的压力呢 会变成下个阶段的这个支撑 那么在这里呢 我讨论过这一条蓝色的 这一条大线啊 因为对应的呢 是应该这里是有一个 有个缺口的 在这个18号 3月的时候这边出现的 就是在5120附近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点位 通常补齐的时候呢 是可以看一个反弹的 所以周一这里 我觉得是有上行的 这个推动力 就看有多强了 主要就是看这一个战事 怎么样去发展啊 所以这个后续呢 大家记得锁定我的频道 周末这一边呢 我是会啊 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更新的 但是下面这个点位呢 是5110形成的今天的低点 今天510两次踩稳之后呢 尾盘就是在5123附近呢 去收住了 所以周一如果反弹的话 我第一个目标呢 还是主要去看 5165附近的这个区域 能不能去到 今天其实是从5150 5160那一边附近呢 是进一步的没有站稳呢 才开始往下去走的 比较一个极限来说的话呢 就看这个做多的情绪有多浓烈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啊 缺口的下方在5175附近 5170 补其缺口的话 那就反弹比较强劲了 5200上面的 所以就看到底这个幅度呢 是有多大的 昨天对吧 我们就讨论了 股市这一边标普白指数 收在5199的 5200没有能拿下来 所以旗指过夜 把这一个做成是一个很大的rejection 也就是变成是压力的话 那打压是有可能变得是比较的强的 但是在尾盘5分钟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的嘛 这里确实是有个双底 变成一个w 所以周一就会有不少的人在说 会不会做这一个高开 我害怕它高开之后 它低走了之后 才开始做真的那一波反弹 最近走势都是比较tricky的 在日内 所以大家要比较小心点 还是那句话 股市有风险 大家要谨慎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黄金 那么如果战事真的很有问题的话 我们确实见到这一个石油 是往上走了不少 通常打仗有危险的时候 特别是乌俄战争 这个纠纷也有升级的迹象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有多个Russi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是被乌克兰给攻击的 这个是它的能源的基建的 这一个一些基地是有受到攻击的 但主要现在就是在看伊朗和以色列的 这一个问题的上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黄金这一边 是做了一个blow off top 非常大的一个回调 上影线是直接给出来了 然后上下来说的话 对于黄金的波动 从2450左右是直接跌到了2360 大约是一个90点左右 这个非常的大 这里来说的话 黄金是一直呢 俯持着这个均线上去的 所以这里回调的话 如果整个趋势没有破均线的话 有可能能继续往上去走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离均线还是有点远 上次就是踩稳均线 这里一段时间之后呢 一两个星期左右吧 就再次开始了这一个拉涨的 那么后面有担忧战士 经济刷入的话呢 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去回撤 特别是资金如果是在rotate 在这个轮流到另外的一个板块里面去的话呢 我们就可能会见到这一个情况出现了 也就是代表黄金的获利盘出来的之后呢 就看怎么样选择 留在美金里面 现金为王呢 因为我们看到DXY 美金指数往上去走了吗 还是去抄底股市 今天其实有一只股票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跌幅 也就是昨天涨上去的这个苹果 今天上影线确实出来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冲高之后呢 是持平的 没有进一步的往下去跌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股王呢 还是非常的这个坚硬的 下一个苹果大的一个点位呢 是在180左右 我会注意这一个大关 但是暂时来说呢 苹果还是比较是强劲的 在这一个AI的加持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对股市来说的还是挺好 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重股啊 大多数的这一个基金来说的话 第一大持有都是苹果和微软 所以苹果如果能走强的话 确实能帮助这一个股市稳定 就是看什么时候这一个指数呢 能走出这一个下行趋势了啊 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一个下行隧道呢 是在运行之中的 就看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 对吧 起稳 然后呢 就是开始进一步的突破 所以周一呢 就是去看反弹有多强劲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美联储的这个动向 因为今天不少的美联储官员呢 李氏呢也是有去做讨论的 Bostick这一边 My 2024 outlook is one rate cut towards end of the year 那我们知道市场是在两次降息的 Bostick这里直接呢 就给一次降息 比市场预期还要低 Schmidt There is reason to think rates will stay higher for longer 就是代表利率维持在这个高位呢 更加长的时间 这个也是这两期视频 我们在讨论过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啊 因为通胀有回暖的这个迹象 另外一边呢 Gospy这边是讨论的中东不稳定的这个来说的话呢 对于这个油价啊 对吧 油价天然气这一边啊 这个Nedus Supply Shock 如果突然供应对于石油来说的话 开始下去了 还有天然气下去的话 大家也懂了 也懂这个道理的 对吧 这一个供应减少了 就代表价格会往上去 那么如果这个石油的价格 还有天然气的价格往上去走的话 通胀这个回暖的这个迹象的会更加的明显啊 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 下一个大的通胀数据呢 是美联储最喜欢的指标 PCE数据 在这里啊 有很多人在讨论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没有包括了这一个石油和食物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我们去看核心的话 它还是在稳稳的在下来的 所以CPI爆雷 但是PCE不爆雷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指数的这个稳定 然后再往上去走 因为最近很多人在讨论CPI主要的问题呢 是这个服务业里面的这个Supercore超级核心 因为主要就是被服务业这一方面的呢 去给推高了像这个汽车维修的价格 汽车保险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对吧 因为这一些像零件上面这些物价都涨上去了通胀吧 所以就形成这一些维修的这一个啊 这个价格都很高 另外一边就是房屋的这个这个价格呢 shelter来说的话也很高 所以就形成的近期通胀的这一个主要的一个压力 反正下一周啊 我们听一下老包最新的这个说法啊 然后也是去看一下这个利率市场的这个改变 今天比较有意思啊 因为另外一个避风险的资产呢 是美债 美债今天确实是有人买 所以我们看到美债的利率呢 反而是有跌下来的啊 所以这个现象呢也比较有意思 因为大家会说老师美债利率跌了 那不应该是利好特斯拉啊 因为利率下来了 但是怎么今天就感觉有点怪呢 大家可以看到利率是往下在走的哈 在这一边呢 主要还是显示美债有人在买 因为这样子就反映出来了这个避风险的这一个这个情绪面了嘛 最近美债的价格还是在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看到利率呢 再次回到了4.5之上 是比较高的这一个点位 今天收盘在4.526 美债的这个十年利率 所以这个关联呢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毕竟国债市场呢 是提前先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3%左右的幅度呢 然后就引发了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这个美股的这个回调 那么来到这里呢 我看到恐慌贪婪指数呢 因为有战事嘛 所以这个中利呢是渐渐的失去了 现在来到46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在一个星期前啊 还是在62 一个月前是在73 还在贪婪里面的 但是渐渐的 如果这里再下去一点的话 市场会进入恐慌 极度恐慌是上次 以色列这一边 这一个中东冲突的时候 比较大规模的时候 标普当时在4100的 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度恐慌 我们就讨论那是一个 很好的抄底的点位 但这一次呢 它是开始偏下中下了 所以就看这个回调到底有多深 还是那句话 记得锁定老师的这个频道 我会进一步的去复盘更新的 也会同时的呢 在这个季度财报季 像英伟达特斯拉这些大的财报呢 会经常的去直播 下周这个老包演讲的话 大家记得不要错过了啊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